解决HP DeskJet Plus Ink Advantage以及HP Envy 6100和6500多功能一体打印机系列的禁止问题 如果在打印过程中打印机停止取纸,并且打印机控制面板上显示缺纸错误消息,请按照以下步骤来解决该问题 步骤一,检查纸张质量 导致禁止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使用了撕裂,有灰尘,卷曲,褶皱或弯曲的纸张 请仅使用符合打印机规格的优质且崭新的干净纸张 滑出禁纸盒,从纸盒中取出纸张 从纸叠中取出所有弯曲,褶皱或撕裂的纸张 禁纸盒拉出后,检查禁纸盒中是否有异物 即使是很小的物品,如一张小纸片也会导致禁纸问题 握住纸叠,将整叠纸的底部边缘在平整表面上多几下 确保纸叠个边整齐 在禁纸盒中放入纸叠 小心地将纸张宽度导板滑动到紧贴纸张边缘,同时不要让纸张弯曲 然后关闭纸盒 步骤二,清洁进纸轮 灰尘,纸张纤维及其他小块碎屑可导致卡纸盒错误 要清洁进纸轮,请准备好以下物品 一块干净的无绒布和蒸馏水 在打印机开机的情况下,将电源线从打印机上拔下 抬起墨盒舱门直至盖板卡盒到位 将突舌捏在一起,卸下送纸道盖板 然后将其从打印机中取出 用蒸馏水沾湿无绒布,挤掉多余的水分 将无绒布压在滚轮上,并用手指轻轻地旋转滚轮 去除灰尘和污垢 然后让滚轮干燥十分钟 将突舌捏在一起,重新插入送纸道盖板 然后将盖板放回原位 将盖板两侧的短柱与打印机上的校准轨道对齐 然后将它们划入插槽 向下按盖板,然后松开突舌以将盖板锁定到位 关闭墨盒舱门 现在清洁打印机下面的滚轮 一只手放在打印机顶部 使打印机和扫描仪盖板稳固 然后翻转打印机,使其侧放 打开进纸盒,露出纸张滚轮底部 使用相同的方法,用湿布旋转滚轮进行清洁 然后让其干燥 关闭静止盒,小心地翻转打印机 使其再次直立放置 重新将电源线插入打印机 打印机将自动启动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通过support.hp.com-contact与惠普联系 寻求进一步的故障排除解决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印机